这就是图书馆啊 对 我们到了 好有特色 这边是一楼了 那要不你们在这先逛一下 然后我先上二楼看书去 好好好 那你先忙 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图书馆 而更像是一个展览馆 各式各样漂亮的文创 精致地排列在一楼的小空间里 可是书在哪呢 店员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困惑 主动给我介绍起来 这本书可以随身携带 放在口袋里面 这本书就把我们整个外滩园 十六栋历史建筑 含含在这里面了 这是首绘的光路大楼 旁边还有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卡片是光山 所谓转一转角度 是同一栋建筑物 不同历史时期互相的对比 你看这张 是淮海路上的国台电影院 既然是城市历史书店 不同时期的城市地图 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1935年绘制的一张地图 是全部用英文标注的 我们的位置就在黄浦江和书桌河的交界的地方 哦 这叫的都是地图 不同年代的展示的是上海城市的一个变迁 这是老城区 这里呢是第三个跑马场 就是现在的人民广场 店小小的 客人可不少 那么大家到底是为了书 还是城市考古而来呢 像一些上海的地标性的建筑 或者老照片那种做成一个书签 光打上去直接印在墙壁上面 我也买了很多张 然后之前我也参加过一些城市考古的一些活动 就在我家附近嘛 我自认为是比较熟悉的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会忽略的一些 来图书馆主要是不定期会有一些那个更新的展览 您现在看到的呢 是新年期间推广的新兴人 在之前有一期叫玫瑰的一个孤岛时期的上海的一个展览 差以一种漫画的形式给大家体现出来 今天来给这个城市考古送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先生写的 讲的是上海周边的江河湖布的一些战役 我们城市考古其中走的一条线 就是新亚饭店的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 婆婆跟公公娘他们就在这里会合了 会合就在这里结婚了 一楼逛的差不多了 我也该去二楼看看了 看来书店的核心其实是在二楼 而我又见到了小胡 这个就是外白都瞧 怎么样 找到你那个要找的故事什么内容 还在寻觅我的答案 但这本书很适合作为研究的资料 刚好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刚好是这本书的作者徐老师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小胡今天运气爆棚 居然遇到了想看的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苏州河地名故事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图 会把苏州河沿岸的所有的历史遗迹 给它标注在上面 每一个点位的详细的一些说明 大家其实可以按图所记 我的运气也不错 因为徐老师的斜岗身份 我是这个整个城市考古的创办人 也是这个图书馆的负责人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关于 上海史诗方面的内容 上海档案类型的书籍 各行各业的制书 这些书基本上是在90年代到2000年左右 有的时候更早 这个是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一个特色 既然有幸见到了负责人 就麻烦他给我解开几个困惑吧 比如一楼为什么看起来不太像书店 一楼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性的展厅 一楼的所有的展墙 以及所有的门 全部都是可以完全打开的 其实是借鉴了上海的书报艇的一个概念 它展开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大 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 与周围的空间进行沟通 真正的图书馆的部分 其实是在二楼的空间 来说它是一个预约制的 再比如 我觉得城市考古这个名字很贴致 同时也很贴切 城市考古其实这个词 也是我们把两个既有的单词 给它拼凑起来 我们的研究的对象 它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部分 那基于考古呢 它是另外一个词的一个变化 是有一种学科 它是叫考线学 大多数老百姓都只知道考古 那考线跟考古为什么区远 考古学里边 你肯定会要去挖掘文物 那要作为年代的定位 那么考线学 对于一个历史建筑 我们也需要去定位它的年代 需要去知道这个由谁来造的 当时的功能和目的是什么 那唯一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不需要用洛阳产 去把建筑挖出来 你当时是怎么会想到 做这件事 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的年底 走劫串向给普通的上海市民 来详解很多的历史故事 而不管是官方的媒体也好 也上海的其他组织也好 开始渐渐地效仿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城市考古 变成了一个比较流行 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这才知道 城市考古团队 深耕City Walk 已有五年 这期间 推出过80多条线路 甚至走出了上海 不仅限于上海地区了 比如说我们做了两次的广州 做了一次的南京 日本的长崎也做了两次 出国也可以 出走五年 最后把图书馆选址在外滩园 也是别有用意的 首先外滩园的历史文化 本身就很丰富 就是属于整个现代城市 起源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西方戏剧 是从这个地方引入到上海的 包括最早的这个划船运动 这边还有上海最早的文博机构 汉学机构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里边 这个地方又和外滩第一线非常近 对我们而言 这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场合